中和路轄道车流一辆接着一辆 来到车道出口只有一个车道 就容易造成车辆回堵 停等的话就间接挤压到后面要输倒的这些车辆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交流道的末端 可以再增加一个领道或者增加一个车道 让要左转的车流可以在左转的专用车道上面停等 那后面要执行的车辆就可以继续被往前输倒 就不会造成因为连续弯道车速快的话 前面有人在卡在那里 然后造成万一有追撞的 本身就已经很拥塞的附近路又短短的 然后又面临这样的大阶段进来 车流量真的会下跌 所以说我希望在我们中和路交流道口 能够把它拓宽 改为两侧道一个往左转 左转是往大径中和路这个方向 然后直走就是往附近路 这两个就是一定要两侧道 市长谢国良协同交通处长 司议员施伟正郭美秀到中和路 乍到现场会刊 听取交通处简报改善方案 行川线它造成这个路口 因为行川线比较靠近交流道 所以造成它的路口并不是那么宽敞 因此第一个我们会把行川线 往下调调到红绿灯线阶段红绿灯 下一个路口 就是行川线第一个让行人不要在这边通行 调了以后呢我们就有足够的空间 来做这个车型的调整 那车型调整我们会往前拉 在行川线再往前拉会有三公尺宽 让我们能左转中和路这边 设一个耗置路口 第一个具有安全性 就是说不管它回转或是中和路 要往市区这个方向 第二个是这一个我们另外 一样往市区中和路 会有两个车道 交通处委托顾问公司进行技术分析 将现有的路口停止线 往前方推移增加除车空间 并分成左转右转两个车道 这项改善计划预计在明年二月完成 目前就是把这边拓宽 变成两线道的一个交流道 出口闸口 然后左转跟右转线把它分开来 然后另外再增加一些 这个空地前路的测潮化 这个俊宏刚刚讲的应该蛮清楚了 我们应该原则上希望二月份 明年二月底前 那个过完年左右 我们能够来把它制作完成 那个时候预计 综合路出口的这个交流道 就可以承担比较大的一个车流 那这个附近来往的这个红绿灯 跟斑马县的这个安全 希望也可以兼顾一下 针对市府提出短期的解决方案 市议员施伟正建议第二阶段 应该移除先有的纽泽溪固栏 让扎道真正拓宽 市长谢国良当场宇诺会分阶段推动 这一块土地能够变成真正拓宽成为完整的交流道 因为目前看起来三米三米的交流道是因为它可以把交流道延伸到后段 变成两个三米的车道 其实这相对来讲 它在车辆的闪壁以及汇车上仍然有危险 如果我们要限制三米三米的话 它会有一个小一个危险的问题 它可能只能用标线来做做标示 我未来还是希望就是说真实的交流道拓宽 是能够借由土地的增加 面积的增加来达到我后段 把这些扭折系护栏移除 这个部分公务处这边会有一个忠诚的一个评估案件 因为它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初步的状况要处理 就是说目前现在这条路的使用行为 跟刚刚翼座有提到的那样子的一个行为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需要再去做一些折冲 因为有一些车辆从这边开进来 然后它先同一条路它又会从这边开出去 那这个部分跟如果我们开辟完之后 它一定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方向性 对所以会有一些方向性充足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会在忠诚计划里面去做一个讨论 那地方的部分的一个民意的需求跟反馈 这个部分会在那个忠诚计划里面 一遍来做处理 会堪的结果 市政府规划在靠近中和路口 调整成两个车道 分为左转车道和右转车道进行分流 同时为了顾及路口中安全 地面上将七会绿色行人穿越线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